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測 2020年的M235i GC 跟我之前的218 GC 是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這個無奈當時呢 買218 GC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一百哥還跟我講說有一台235 叫我再等一下 那時候就想說錢也不夠 因為這台新車要260萬 那時候想說沒有那麼多的預算買車 所以就還是買了218 GC 終於呢 2022年的年底 我們有機會買到了這一台 235 GC 靠我的記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差在哪邊哪邊不一樣好不好 首先這個藍色很少吧 但是它並不是235才有的 這是BMW裡面 他們可以選的一個顏色 我那台218的鼻頭是銀色 那這一台的鼻頭是鈦色 然後裡面一樣有這個閘門 被打開關閉 我記得這個地方 我也全部都是鋼琴烤漆 可是它都有一點點鈦色的輔助 大包是不是不太一樣 我那台黑媽媽的其實我印象有一點薄弱 然後呢M版的鋁圈 我的也是M版的鋁圈 但是它這個鋁圈跟我那一開好像不一樣 略活摘卡錢 M版的 我這疊盤就比我那個大非常多 台皮是225 40 18 然後你看這鮑魚有多大 差不多我的一個手臂了 有沒有 開滿了 應該比我臉還長喔 這煞車一定很利 這個是普利斯通的施壓續跑胎 很多人會問我喔 如果原廠的施壓續跑胎 掛了我還會換施壓續跑胎嗎 那你猜我會不會 不會 你怎麼知道 沒有必要吧 對啊沒什麼意義啊 現在都用多吊車了 掛了你就不要跑了 你還要續跑 跑去哪裡 你在開也開不了多久喔 對啊 所以我會 我如果是我的話 很多人問我啦 我會換一般的啦 再來看一下 這個A柱V柱的這個黑色的黑化的四條 我的好像也是黑的喔 你的不是贏的嗎 我的是贏的嗎 我今天要去底越老越壞了 好這個四條 基本上配備都差不多啦 其實我從前一代的那個M235 我就很喜歡這台車了 這台車有一個傳統跟慣例 就是它發動的時候那個排氣管提速的聲音 那先前是六缸的時候 那聲音真的是非常的飽滿順暢 濕滑 好聽 可是因為它現在變成四缸的 但是它還保有這個傳統 雖然已經沒有六缸的聲音那麼好聽了 來發一下給大家聽看看有沒有 它的這個螢幕畫面也很帥 有一個M235有沒有 然後 有一台藍色的 跟我的顏色一樣 這我那時候有講的問題喔 鑰匙搭在車上 你只要遠離它它就鎖門 你看靠近它會開門 有沒有 所以洗車的時候要記得把這個功能關起來 或是把鑰匙放在車上 其實這個功能是從裡面可以關的啦 就是你不要感應起壁的功能 所以你就會一直看到那個 你一離開你就看到那個 把鑰匙折起來 你一靠近你就看到 把鑰匙折起來 我才離它騎才三公尺不到耶 然後再走近 開了 它有沒有腳踢應該沒有 你的有嗎 有耶 我的有耶 我的有嗎 我的沒有啊 你的沒有 我的沒有 欸好像有喔 兩個月前的事 好 後車廂看一下 一樣啊 這裡面我記得有倡車的地方 有沒有 好不好 這個急救包 這個都一樣啦 沒什麼不一樣 跟218 四輪傳動的 然後這個 雙出的這個 為什麼 你的手在揮啊 沒有伸下去啊 我在這耶 雙出這樣耶 這樣不行 雙出尾管 雙出尾管 很靈敏耶 好不好 雙出尾管的這個 後包 然後介紹一下室內好了 那裡面呢 唯一的差異就是它幾乎都是用真皮的 然後它的椅子好像用一個叫什麼 Docodo 那不知道是什麼 Docodo 不知道是什麼皮 我第一次聽到 反正就嗆一個名字出來 就是很屌的東西 我不知道Docodo是什麼東西 它的那個 賽車椅也是用 用皮的 用真皮的 而且它這個 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這邊有這個 淺藍深藍紅 它的M版的配色 椅子跟我那個 之前長的一樣 那我那個是 有打洞跟擠皮的嘛 那我是比較喜歡擠皮的 我比較不喜歡皮的 就做起來 有點悶熱 我之前的那個 我覺得做起來比較涼爽 然後它這個 這個有方向盤換檔的快撥 方向盤也都長得一樣 中控台也都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特殊性的功能 啊就這邊有寫一個M235 比較秋這樣而已 好後座呢 有兩個Type-C的充電孔 跟後座出風孔 但是你看這個車後座其實就是這樣 不大 之前開那一台 因為它是GC Coupe造型 所以它後面消下來 所以你就覺得 很有壓迫感 好M版是黑天篷 然後它天窗是可以選配的啦 我記得7萬多塊吧 剩下基本上跟我之前那台 都一模一樣 應該不需要再介紹一次 要看就放連結 好不好 內裝的配置都是一樣的 好那這一台車 基本上從218GC 跳到235的話就是 買306匹馬力的引擎 買四輪傳動的底盤 然後排氣管 它的排氣管是可以 有閥門的 我那個之前那個沒有 那一百多匹而已 重點是那個 電子懸吊 好就是你貼到Sport 它的那個懸吊呢 就會變硬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它的 卡鉗 好像沒了耶 差不多就這樣而已 你看現在V電的內裝 每一台都一樣 上次X5也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我們後來還有買一台X4 我就沒拍了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長得一樣 就大跟小這樣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他們這樣做 是比較節省成本沒有做 可是我真的看到最後就是 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現在反而 懷念起一些比較 比較特別的東西 比如說JUKE啊 CHR CHR賣掉了怎樣怎樣 不服氣嗎 烤了白色就賣掉了 不服氣嗎 CHR還是很多人 傳照片給我 那個日本的那個 有GRCHR你知道嗎 有啊 它就是黃色的啊 就是黃色的 然後很多人傳那個 日本的Demo給我 說師哥 你真的是有仙劍之名 我很想回仙 仙女老木 先 那個了解 賣又賣賣出你 仙女個大頭鬼啊 騎馬兄 先人跳去啊 騎馬兄 先人跳去啊 所以這個取高何寡 萬人想應 沒人到場 就大概類似這種感覺 只有我們覺得好看而已 沒有用 那個車在台灣 開出去人家就覺得 計程車 就是計程車 沒辦法 你知道那天 靠白色回來 我熊熊看到 我以為怎麼有Type啊 屁股啊 對我從屁股走過去啊 這Type還是中癮的還是誰的 不是欸 看是CHR 這超像 好不好 出去試車 這個顏色會不會有取高何寡 觀眾朋友留言一下好不好 覺得這個藍色燒不燒 我是覺得很燒 是說有些人 有這樣子的個性有些人沒有 像我啦 我就覺得 這個顏色開出去 我覺得很特別 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你可能出去一整天到你回家 你看不到一台車跟你一樣的顏色 啊對齁 你那個粉紅的齁 你可能走遍全台灣都看不到一台一樣的顏色的 熊貓 哈哈哈哈 欸出去試車 走走走走 西巴角 井井井井龍免摳乳通通包圍 出門在外只有聖塔斯 注意前方事故多發便 一樣的聲音有沒有 同一個馬子叫助力 哈哈哈哈 那那時候為什麼我後來後悔沒有選這一台 是因為巴數手自排 可是這台車回來我開了幾天以後發現 這巴數手自排雖然很棒 可是它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在F4代是沒有這項缺點的 沒想到在這台車這麼明顯 它的缺點啊 這很難形容 它起步會有那個乳型感你知道嗎 第一天開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有點懷疑說 欸不是巴數手自排的嗎 怎麼那個起步跟靜止的那個感覺啊 很像是我之前那個218 開了兩三天之後才發現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它停車的時候啊 車靜止以後它會跳入空檔 所以就會造成它要跳入空檔前 跟你要起步 從空檔要進入低檔的那個過程中啊 乳型感 就一下而已 它不會像雙離合器其他的車 可能會有那種毛毛蟲的感覺 它大概就是在那個最低速要停下來之前 跟靜止要起步的那一剎那 有一個入檔離合器的感覺 這真的讓我對這台車大大的摳本 奇怪我記得我那時候開小姐姐320 沒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開這台我會有那個感覺 奇怪 搞不太懂 306匹馬力45.9公斤米的扭力 0到100公斤 4.9秒 然後這個油耗 市區10公里吧 高速15公里 平均13公里 開這個車應該 我覺得應該沒辦法開到13公里 而且它這個打入S檔 我打一下好了 按著S檔 有沒有聽到 它的閥門 按下S檔貼到S檔 它的排氣管只有閥門 出來了 有沒有 如果不排S檔就沒閥門嗎 沒有耶 除了按S檔以外 對啊 你還要把排檔桿撥到S檔 我們這巴士魂自拍真的很順 高速道路小插手 它這個基本上 那個底盤啊 引擎啊 變速箱啊 都跟M135一樣 但是它的車重 因為它好像長了20公分嘛 所以它車重比它的E35 好像重了45公斤嘛 它車長也長了20公分 你如果真的是要去三道 應該是E35比較讚 但是我單純 我當初像我選這個2GC的車款 就是喜歡它的無框玻璃 而且我一直在強調 我覺得2系列是 目前現行款裡面 我覺得尺寸大小最符合我使用 E系列覺得有點太小 3系列我覺得現在已經太長了 現在車越坐越大台了 現在的3就跟以前的5兆玻璃 對啊 現在的G兆杯 也才等於以前的C兆杯而已 哈哈哈哈 這樣都灌水嘛 以前我們C兆杯 就一手無法掌握了 你現在無法掌握功能 要跟F去了 我沒試過 不知道 是喔 你那麼可憐喔 哈哈哈哈 哇 那真的不行耶 要叫那個 泰山哥哥帶你去玩一下 還要叫H大帶你去玩一下 現在是H大 對 現在H大回來了 它可以帶你去玩了 H大就比較沒有那種感覺了 H大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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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大 而且你懶頭髮 Tire Plus 持家 持家汽車服務中心 然後它有跟車 跟我以前那個都一樣啊 可是它這個系統就是 這個等於是只有跟車而已 因為它只有車道偏移的警示而已 盲點 所以它有跟車 但是它偏移一樣是用 它會把你拉方向盤 哇這個 對我來說太有熟悉感了 所以跟車應該也不用試了 以前試到不要不要了 我這樣開起來很像是 開我以前的車換引擎 或是寫晶片 寫晶片是沒辦法差那麼多 306耶 我之前那個才100幾啊 140啊 100幾耶 150 306啊 寫到 那工程師很會寫耶 150匹可以寫到300匹 看它怎麼寫的 哇這鞋子車耶 你看後面那個鞋子放下來了 這個叫做自動駕駛的殺手 你知道嗎 我都看過它幾次那個新聞了 都是撞到那台 都感應不到 所以這有兩個嘛 一個就代表那台真的有用 因為它真的提供了工程人員很大的安全 對 如果沒有我真的撞到就是太冷了 所以代表那個是真的有用 然後第二個就是 真的用輔助駕駛的時候 眼睛真的要 還是要看 我們好像都沒有看 我很多車總都撞過耶 新聞有夠多的 都是那台螃蟹車 你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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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很利喔 這煞車跟我以前它也不一樣 喔 好開啊 想得這樣很好開 這種車身尺碼 加了一個300P的引擎 能不好開嗎 再加上它的底盤 我記得前面都是做鋁合金的 後面是多鏈桿 有它有換綁鍋片 我的那時候沒有 可是我不太會用這個 我連馬車阿D都很少用 我就講了以前那個VILAGE 剛開始手自排的時候 喔 好軟 廣告打好大 然後每個車主都覺得 哇我有一個可以換檔有沒有 玩完明胸玩到壞掉 哈哈哈哈 還有一種阿 剛開始慶慶了 滷節滷節滷節 一開始很有趣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才剛開始有什麼手自排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算開自排 他手都很喜歡放在排檔桿上 尤其是什麼你知道嗎 建車司機 我還遇過建車司機 還沒有到 紅燈他就先排N檔 先先滑了 他就滑了 那很危險 那會熄火耶 為什麼會熄火 因為你排路N檔你的轉速就掉下來了 太低喔 對啊 那你如果再加上你節氣門髒 還是帶速馬達髒 沒有提速 忽然那個壓縮機壓起來 拉了一下你的轉速 你的那個點火不夠順暢 就熄火了 然後再加上萬一那時候 比如說壓縮機啟動 再咬一下你的轉速 啪 熄掉了 然後帶速馬達 提速馬達沒提 提不上來 你像有些計程車他可能里程數比較高嘛 那個管路裡面都很髒啊 點火系統都沒那麼好啊 有時候那一瞬間就熄掉了 因為那蠻危險 他那個乳型的感覺 我想要給阿呆了解 這台車他煞車沒有辦法煞得很平緩 他很像我之前說的那個BV4S 你很難停車停到很舒服 我不知道老司機追求乘客的舒適嗎 我啦我會這樣 所以我不喜歡起步或者是停車給乘客有太大的感受 那這個也對應到說 你假設載人載家人 你也不希望他們在那邊 好現在前面紅燈 然後我盡量要把這個車煞得舒服 所以我現在含著煞車 我並沒有把煞車踩死 我用滑行的方式 它會有一個那個 錄一下 就一下 對 你踩在那個N 它要跳N檔之前的臨界點 尤其是阿 你快停下來你想再前進一點 像我現在放開 你會覺得它那個N檔忽然入地檔 然後就有一個離合器放開的感覺 所以你就會想 滑一下很神奇 然後我慢慢放 有沒有 你知道 它會有一個入階 所以這台車我開了好幾天 我發現 你對於它的油門跟煞車的踩放要很直覺 你不能用以前舊式的那種開車的斯文 就是煞車是慢慢放開的 你要你就放開 直接讓它入第一檔 全部放開以後 你就會等半秒鐘 它入第一檔 然後你就前進 就是那個反應上面 跟我們舊式傳統的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以前我們的車是 你可以去控制你起步的速度 我慢慢放一點點 它就會慢慢滑 一直到我全放 它會滑更快 但是呢這個車不行 這個車它有一個零界點 因為它為了這個油耗 所以它停紅綠燈的時候 它會切N檔 變成你放煞車的時候 你放到一個點 它就入第一檔 所以它只有0跟1 它沒有30% 百分之60% 百分之70% 它的起步就是0跟1 這跟現在很多 雙離合器的車 或是很多 它如果這個停車會跳到N檔的 這個設計的車款 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講一下 跟我218差在哪裡 它開起來其實重量感是更有的 我218G太輕了 輕到有時候 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坑洞 還是會彈跳 但這一台車比我218GC 多了更多的穩重感 穩定感 包含我們在 你看這起步的路線嗎 你跟你說 有有有 很明顯 它這個在低速的時候 真的很像雙離合器的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八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怎麼可以把它 做得像一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我真的會暈倒 這個是他們最出名 最穩定 耐用度最高 換檔最滑順的一個變速箱 然後竟然在低速的時候 會它到底怎麼調的 我真的不知道它這電腦怎麼編成 你看到我們現在都低速 大概在十幾公里 假設我們在一個停車場 我們現在進來停車場 其實你在慢速開這個車的時候 是不舒服的 真的很像在開雙離合器 速度到20上就OK了 20到30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Sport的話 它避震器就會變硬 電子避震器就會變硬 而且很明顯 它的彈跳是明顯的 我有試過 你如果在市區道路 你用一般 Normal行駛的時候 其實它的避震器它還是偏跳 調到Sport的時候 這個電子避震器的硬度 是更加的支撐性更好 但是彈跳也會更加明顯 然後座椅的包覆性也很強 它這個座椅是偏硬的 其實M2我蠻想買的 很多人說長得很醜 我也覺得長得蠻醜的 但是我還蠻想買的 它那個M2現在新的感覺很像那個 日本車亂改大寶 對 有沒有那種感覺 硬要的感覺 對 可是我告訴你 你要做先知 什麼大鼻孔被嫌爆 什麼東西被嫌爆 我很想先買就對了 到時候的審美觀又不一樣 它這個轉速可以拉很高 你看它都不換檔 我也拉到 6000轉以上它都不會換檔 它也不會強制換 沒有強制喔 我們又把它拉到斷油 要不要把它拉斷油 看看它會不會斷油 斷油耶 直接斷油耶 沒有強制耶 沒有強制耶 好帥喔 就是它一台給你玩的車就對了 好開 樂趣 但認真講喔 我覺得那個 那是我比較Apple一點 就是 排氣管的聲音 還是沒有前一代的排氣管的聲音來的 大聲 它比較內斂一點 你沒聽過前一代的聲音對不對 F4代的M235排氣管的聲音 聲浪我覺得比較渾厚 然後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熱血一點的聲音 它這個是稍微 感覺那個四缸硬要弄到 有聲音的感覺 你知道其實排氣管好不好聽 真的跟 剛速跟排氣管是有關係的 當然調音也很重要啦 我上次就看到一個大水牛 把它換成像摩托車的排氣管 有沒有 小小的你知道嗎 那聲音超像F1的你知道嗎 後來那聲音出來 看它F1 很好笑耶 那聲音出來有莫名的喜感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所以它有一種感覺 因為它的排氣量就2.0 然後就四缸 所以這個排氣管聲音出來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會擾民啦 但是拔門嘛 或者是你在高速公路沒有 比較沒有住戶的地方 其實有時候開車聽到 自己排氣管聲浪還是 對於我們這種 絕夜裡有新婉子的人 還是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欸你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耶 那種形容詞 人家在形容 我上次也講過 我們來再講一次 你看啊 你每次去吃甜點 有人會說 哇好甜好好吃喔 有人說欸很好吃耶 不會太甜 這是一種說法對不對 有人說 比如說女生有化妝 你說哇 妝畫得好好好 好像素顏 然後如果女生素顏 你就說哇你素顏喔 看起來好像有化妝喔 為什麼怎麼講都可以啊 還有什麼 我上次還有講什麼 拍照啊畫 對 我看你記得耶 對不對 哇你好會畫畫喔 畫得好像照片 有沒有 哇你的照片拍得好漂亮 好像一幅畫 什麼都可以 知道你說耶 這是屬於人生當中的一種技能 人生當中還有另外一個技能 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那種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然後就傳訊息問你再媽 有沒有 感覺會沒什麼好事有沒有 你說我現在很窮 你先不要跟我聯絡 等我好過一點 我不再聯絡 你就直接這樣問給他就好啦 你覺得就是要借錢啊 不然就是要帶你去 傳職是要幹嘛的 看到人家寫在媽都會覺得很逗端啊 對啊 下次有沒有 如果有人傳訊息啊 譬如說那個苦瓜肉傳訊息 我跟妳講一件事喔 你就跟他說 你現在先不要跟我講 等明天上班再講 為什麼 我公司付錢的時候 再聽八卦 有沒有 就跟有人去上班的時候 才大便一樣啊 大便還有薪水 你下班了以後在那邊講八卦 是不是浪費錢浪費時間 不如上班的時候再講 又有錢拿 但是不會很划算 前方平交道 你看 還在前方平交道 跟我那台一樣 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 我買任何一台新車 我都不會去用它的導航 我也不會去選它的導航 你用手機的 就夠方便啊 這跟我之前那台218GC一樣啊 都沒在更新 總有回原廠保養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跟妳講 用手機的是最方便的 因為你手機三不五十都在更新嘛 那你這種沒更新 欸我跟妳講 這個平交道已經不是更新的問題了 這個鐵路平交道是幾年前就地下化了 那十年前吧 就地下化了 到現在還在平交道 我真的搞不好 很容易 只要開到BMW的 一樣的這個系統 一樣的這個鋪層 一樣的這個螢幕 然後一樣的這個軟體 然後開到這邊就跟你講有平交道 可是當然是沒有什麼行車安全 可是你想喔 它竟然有可能在這個新北市 都跟你講有平交道了 你到外縣市 南保它叫你開到山谷下面 對不對 是說Google好像都會了 Google有個最麻煩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沒有那個高度概念 喔對 它不會知道你在上面下面 其實很多檔行也沒有高度概念 基本上都沒有 因為衛星是好像沒有高度概念的 所以每一次喔 我叫Uber有沒有 我只要說小私汽車上行 那個Uber私汽壓就會被盯到橋上 我上次看一個Uber 是我眼睜睜的看到它開上幻動 我在這邊等它 我眼睜睜的看到它開上幻動 我好像細啊 本來三分鐘就到了 你知道嗎 結果忽然變成八分鐘才會到 所以高度概念是沒辦法解決的嗎 可是那個應該可以吧 我不知道啊 衛星打過去的距離不一樣啊 我不曉得 就很奇怪啊 你不覺得導航就是沒有高度概念嗎 我覺得這還蠻麻煩的 我沒有做結尾對不對 對 一直聊天 靠北啊 好啦 今天試的這一台 2020年的M235 Grand Coupe 跑2萬公里 那這個價錢跟大家分享啦 這個市面上的價錢 競價應該在100 8到190之間吧 我猜的啦 因為我第一次送 那賣價應該約200萬 好不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 那就下次見啦 訂閱、分享、留言、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掰掰 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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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散播 是沒有的好不好 一樣嘛 S檔嘛 3 2 1 你記得這感覺哦 嗯 一樣嘛 D吧 然後先開 support 然後再把方法關掉 再煞車 過到S檔 有了 哦有啦有啦 對有 漂亮哦 有了 你說上來兩個就有差了對不對 有耶 就是其實 我們剛剛 芒果你剛剛在外面看其實不明顯對不對 嗯 其實兩個比起來 有些微的差別而已 對可是車內體驗比較 比較有感 有感 對 因為我看影片 你剛拍的外面的影片 我是覺得兩個看得差不多 可是我坐在車裡面我會覺得 它有彈射的時候我比較有 衝勁 嗯 但是我覺得彈射起步我不知道是 我對它的 因為我的想法是 我以為彈射起步是 會稍微前面懸吊稍微浮起來 然後直接彈出去那種 我的想像也是那樣 就是會稍微再更 更激烈一點 更激烈一點 對 我的想像是 我以為它會 啊 因為這還不是後驅的啦 如果後驅的後面就會燒了對不對 哦 這還是四驅的啊 所以它 浮舞就出去了啊 嗯 對不對 我如果以這個螺旗推理應該是對不對 啊我們看電影 它彈射起步 嗯 是因為它是後驅的 嗯 是吧 對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 對耶 因為這是四驅的 所以有可能 四驅的車 在都市裡面 四驅 四驅 對 這是不好笑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